五點鐘就回去,賴第一輪 然後晚上下午三點鐘賴第二輪 保證它的新鮮 加些防護劑就不好吃了 做回傳統的味道,就要做回傳統的工藝 那你每天是不是限量的? 基本上賣完就算了 大概會有多少? 一般就一千碗左右 一千碗左右,就五十月就算了 廣東賴粉有四大樓梯 佛山高明、中山三鄉、東莞口街和廣州西關 前三者的湯底都是由豬骨調出來的上湯 唯獨西關賴粉自成一格 採用的是鹽酬濃香的米漿做湯底 對,水是否都有要求? 水呢?其實呢,你看到它是一個米漿 這個米漿呢,其實以前我們西關人呢 就是拿完這些粉之後呢 它會有些漿會黏在這裡 我們就把這漿呢,就調抹在水裡 在米漿那裡,以前最早呢 就是加些鹽而已 那,後期呢,就是因為口吊了,又要提升的味道 那我就會加了蝦米,冬菇,辣腿,花生,豬油渣,豬油 就是加了很多材料,米漿 所以粉本身是沒有味的,就要靠米漿的味 這樣才好吃的 那你這個是怎樣去平衡這個味的? 其實,你等於一個以前我們皇帝吃粟米粥的故事一樣 它落爛的時候,嘩,吃碗粟米很香 當它回到皇宮的時候,再吃碗同樣的粟米粥 覺得好像沒有味一樣 那等於現在,以前和現在,我們的味口是提升了 如果仍然是拿那個以前,就是加些鹽,或者豬油渣呢 我相信會被人扔那碗走 所以我們就與時俱進了 工藝而別,但是來度要提升 來度提升,只能通過一些偉格小狗材料 和剛才說的豬棍,海鮮,撻米,辣味,花生,冰菇,叉燒 這樣就提升它 那你當時去選擇這些東西放進去的時候 是怎樣去嘗試的呢? 是否用什麼東西都可以試著放進去? 是呀,當時就一個就問一些以前的老人 有些有錢一點的那些 早期的時候,幾十年的時候,已經開始加這些東西了 我們選擇這個材料的時候 當時我選擇這個材料的時候 都試了差不多兩、三個月 不斷地改,不斷地試 不斷地改,不斷地試 我選擇這個材料時 你選擇了一下